页端的话预设 他丢上去的话 他会自动帮你转成 就是长这样 就变成说他会 变成那个Google试算表 然后里面的VBA都会不见 不要再也不见了 所以如果说你要把他丢上去 保持原来的那个Excel的格式的话 请记得就是说 我记得那个齿轮这边有个设定 齿轮就设定 他设定里面的话你就记得 他这边有个转换上传的档案 打勾不要 就是预设是有打勾 你就把打勾取消掉 他就不会帮你把他变成 就是Google试算表 不然的话你Excel 他一丢上去变Google试算表 他就不会保留 但是如果你要保留原来Excel的话 你就是不要打勾 那我就把我刚刚 如果因为有些同学 可能上个月没存到档 那你要把他传上去的话就拖拉 我习惯就放开 他就丢上去了 他这边就会跟你讲说 他目前把他传上去 那我档名的话就是 2018年的1月14号这个档案 那你会发现哪里有不一样 最大的差别是请看图示 如果是叉叉绿色的 表示他就Excel 那如果他是 那个这样子就是Google试算表 Google试算表里面就不会有VBA 所以如果你存错的话 那就是里面都又不见 所以待会你们要把它下载下来的话 你们应该长这样 你就把它按右键 右键应该有个下载 或者你把它点两下 然后上面有个箭头把它下载 打开的话就会长得跟我这边 是长得一模一样 不过他这边我不知道为什么 他这边也把它改成 那个什么民国年 所以如果待会你把它下载下来之后发现 它里面有那个开启的时候 会有那个什么 那个民国年那个什么状态的话 那记得你就把那个格式 这几个栏 这三栏的格式 把它改为通用就可以了 里面的话 我也把它跟我上礼拜是一模一样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把它开一下 然后OK就启用编辑 那剩下来的话就是 它应该就是这个 AR启用内容 所以变成说 因为你如果是从网路下来的话 它会问你要不要启用内容 这边打开就有了 你把它关掉 这几栏好像干脆 这几个把它 因为包含底下 干脆的话 这三栏把它往下 它整个都按右键 出现个格式 把它改为通用好了 不然的话它这个好像怪怪的 待会我们再来看 所以如果你需要这个档的话 你可以从云端上先抓好了 待会我们来看 就是Google的 就是那个表单部分怎么做 那我们主要就是逻辑非常简单 填它填几个 我们就丢到除权格里面去 然后再帮它计算平均 合不合格 那还有就是说呢 多重 大概就是 总共会有 把它分两边来看待 那这地方该怎么做 的话第一个 我们就是要在这个按钮 也就是说 特别注意 我们这总共有四个textbox 文字方块 让它填完之后 填完之后 有一个萝卜坑 就是希望怎么样 帮我填到 这个的最下面 最下面一列再加一 最下面一列是七 加一 从这边帮我填 后面再帮我全部完成 那我先demo一下 一的话就点这边两下 然后会出现 comment button一 click 那程式的话就写在这边 我这边云端上已经有了 我先把我们已经做好了 秀给各位看一下 那所以你把它启动一下之后的话 假设我今天填什么 假设填那个AA OK Enter 那你会不然Enter 它就跳下一个 然后再来就输入成绩 Enter Enter 其实 然后再 在Enter的话 它就跳到这个新的 因为我们工具 放的顺序刚好是这样 12345 它就这样跳 那最后的话 你就按 我按一个新增 因为click 按它 然后这个地方的话 它就会出现 这有个错误 把这边改 应该是成绩 多重函数 不是成绩 成绩函数 OK 把它执行一下 那你会发现 我们这边 成绩就丢过来了 那并且把里面的东西清空 油标再放回去 大概流程这样 不过好像平均成绩这边是 它要变成日期 格式 所以 这边的话可能要把那个格式 再改回来 希望它这边怎么都会变成民国年 可以确定 好 那就OK了 所以这边的话就是我们要的结果 那怎么做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如果我们已经 把这个表单做完了 第一步上礼拜做完 第二步的话就是 点这个两项 然后把这些程式逐一的填上去 那我把它分成 总共会是四个步骤 那特别注意 这个有的时候 如果你实在不知道 程式该怎么写 一般有的都习惯 是先把步骤先打上去 反正你先按把步骤 先把注解打一下 你就先做第一步 第二步 第三 第四 那你这些就完成了 OK了 所以程式的话 当然不可能一次就马上全部做完 可是你可以分阶段慢慢来 我们就分阶段好了 应该可以理解 所以写程式我是觉得 大家会觉得困难 是因为你已经看到那个 是非常非常多个 成了一百个步骤的结果 是那个样子 但是如果你把它拆开来看 它就是一二三四五六 一直到一百 你不能说 难是因为你看到 是最后一百个结果 那你如果把它拆解开 其实也没那么复杂 OK 我们按步就班来看 那再来的话 新增资料怎么新增 首先的话 第一个我们需要知道什么 需要知道就是说 我要新增 所以我应该是从这边往下追踪 所以追踪的话 你可以多一个R的变数 这个R我们自己取了一个名称 R就是向下追踪 向下追踪 我们之前有讲过类似的 就是用range range的话就储存 其实范围或储存格 我们从A2这个储存格 帮我向下追踪 向下追踪的话是点end end的话是它的边界 就是说比如说这个范围 我希望让它向下 那你就点end 前刮弧 前刮弧之后的话 他会自动跳出问你说 那你这个哪个方向的边界的 那我们跟他讲说xl down 意思是说我要你请帮我找一下 向下追踪到最后面那个是哪一列 所以你跟他讲说帮我向下 向下追踪到的列 所以点怎么呢 后面跟他讲说 把那个列的结果推穿回来给我 OK 点ro 我上一半讲过了 这个就是属性 一只手拿一个资料 其实就放什么资料 就放第8列的资料 所以他回来就是8 有没有 现在是8 向下追踪得到8 所以他就把8的这个ro的这个讯息 帮你把它带回到r 所以r里面就是8 OK 那可是问题我们会新增的话 应该是第8列的下一个 所以怎么样 把它加1 意思是说从那个第9列开始帮我新增 那接下来我需要做什么呢 当我按下这个新增的时候 我应该把这个里面的资料 放到最下面的这一列的A栏 那这个呢放在B栏 C D 那这个叫什么名称 这个叫text part 1 特别之后我没改哦 所以如果假设你不是按照这个顺序 有可能你名称不叫这个 那有可能会出错 那如果他里面的资料的话呢 就是.test .test就对了 所以我只要怎么做呢 我只要跟他讲说你帮我丢 特别注意他的逻辑一定是 把你要丢的东西的目的地方前面 复制的放前 所以我要把它丢到哪里呢 丢到那个储存格的哪一列呢 第R列 因为最下面一列加1 逗点哪一栏呢 的A栏 意思说帮我放在那个储存格的A栏 然后放什么东西呢 因为我要把那个什么 这个表单里面这个东西 帮我放进去 这个我刚刚讲过 这个刚好我里面就是叫text text box 叫文字方块 第几个 第一个 他里面的资料叫一个属性叫text 就是因为我们输入的资料 都放在这个text的属性里面 那就意思是说帮我把这里面的东西 帮我复制到这里 应该可以懂这个逻辑 所以以后呢 反正在VBA里面 这个等号指的应该是 把后面的资料帮我复制到前面的意思 不要用以前数学1加1等于2的概念来理解 以前等号是计算结果是多少 但是这个等号不是计算结果 这个等号是把后面的东西放到前面去 这个应该很白话的讲 因为一般书里面都不会特别讲这一段 但是很多人会困难 想说明明等号为什么等号是这样 其实特别觉得这个非常 因为很多同学 常常问我说 是为什么这个地方等号 跟我以前理解的等号不一样 这地方你就要记得把它记下来 因为这里等号不是你以前理解的等号 ok 那再来的话呢 一样把这边复制一下 再来把它贴上 再来改就好了 所以这边的话你可以把它改成b 对我要把那个 那放什么东西呢 放test bar 2的东西 那就是这个地方 这个是2 没错 这是3 这是4 所以以此类推 应该这个就很好理解 所以你就是总共有4个栏 那你就是先把这几个先贴 贴完之后的话就分别改 A B C D 那这边的话1 2 3 4 应该没问题吧 ok 这样的话我们成绩就丢过来 可是丢过来之后的话呢 大家还没有结束 平均怎么算 所以平均的部分的话 那很简单 几个方法 怎么做 他丢的话 他的那个栏的话变成1栏 所以我就是 把这个1栏里面的资料填进去 那1栏的话就是这样 那怎么去计算最好 就是把那个2 3 4相加 相加之后呢 再除以3就好了 可是特别注意 点test 点test里面 基本上他就把它当文字 文字 我前面好像特别强调 你如果比如说填的一个数字是52 对不对 他一定是52的 这样子 所以如果你加的话 变52加63 他变5263 然后再加41 就变6341 它是串在一起 所以怎么办呢 你就要怎么样 如果你要把它相加的话 可能要先加一个int 瓜糊 int 其实是integer 整数 意思就是帮我把里面的资料先转成什么 转成一个整数 然后再做加总 ok 所以这边的话就是把 第一个乘7 先怎么样 先丢过来 然后加第二个乘7 加第二个乘7 其实也是这样 这个拉过来 然后这边改成3就可以了 然后再加什么 加那个第三个乘7 所以这边再把这个复制过来 ok 那这边把它改成4 所以1是姓名 234是乘7 然后全部加之后的话 我们就是 就是 再 先加 再除以3就好了 先加 所以先瓜糊 瓜糊就除以3 这样就ok了 他就会把 我们的 平均算出来了 那平均算出来之后的话 还有剩什么 还有什么 还有这个 合格不合格跟 ABC 其实 之前我们有写过一个模组 写过模组里面有一个 什么呢 有一个叫做成绩函数 不曉得各位有没有成绩函数 对不对 那其实如果 你要得到合格不合格 其实也可以呼叫他 不是说只有在这边可以用 你如果在表单里面 一样可以呼叫他 那怎么呼叫呢 很简单 就是我们这边 直接呢 你跟他讲说 我要丢 这边应该改成1 这个是平均 那再来的话就是 平均完之后就是 合格不合格 合格不合格 F F的话呢 那就是 你可以先输入什么 乘积函数 挖虎 他会问你说 有没有在这边也可以用 特别注意 你不用重写 因为除了这边可以用之外 这边也可以用 他会跟你讲说 那你的平均成绩在哪里 那我的平均成绩呢 刚好就是在伊兰这边 所以我就直接跟他讲说 你帮我把那个伊兰里面吃掉 这边记得 我习惯这样 拖拉过来用改的 好这样子 这个给你 然后你帮我算出 返还 合格不合给我就好 返还 所以他会返还合格或不合格 那就自动会丢到这里面去了 其他一样 成绩多重函数 所以这边一样 我们也可以把这边改一下 丢的话丢到居栏 然后这边的话就多一个成绩 之前好像写过多重 然后这边的话呢 就一样 这不用改 一样给他什么 平均成绩 好写完了 可以看得懂吧 第一个是追踪最下面一列的位置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分别把我们填的东西 从表单里面复制过来 复制到这边 再去计算他的平均 那计算平均 特别注意 一定要先 因为他是文字 要把它转成数字的话 前面加int 所以1 2 3加起来 刮5除以3就可以了 然后再来就是 计算他合格不合格 我们可以直接用之前的方选 然后 他是 ABCD哪一个等地 ok 那接下来我们试试看 反正 如果ok的话 那应该就成功了 执行 姓名的话我也许用BBB好了 Enter 随便输入 ok 不过目前我们没有防呆 所以防呆就是 如果他没有填资料 或者说填的不是0到100分之间的话 那他一样会填 只是说可能会有错误 不过 那个防呆机制 但是之后再来讲 我们先 寻那个正常的情况下 ok 然后把它新增进去看看 有没有 ok 其实没有做很多动作 不过但是 还有一些还没做 什么呢 应该是做完这个之后的话 那应该怎么样 把这些怎么样 这些旧资料把它清空掉 对 对不对 然后呢 再把游标帮你放在这里 那他又可以输入下一个人 输入完之后 又按新增 又输入进去 这样会更贴心 对 要怎么做 慢慢来 反正应该知道我在做什么 我刚刚打了程式 基本上 云端上其实也有 所以其实你如果 你有时候来不及记这边 就是第一段 第二段 ok 应该是自动带住这个 应该把这三个 这个应该攀到这边 所以我们先做前两个 后面两个等一下再来看 ok 然后看还有什么地方 把画面先还给各位 讲